在大学期间做过一年的高中数学家教 带入过我们学院的乒乓球队队长 而且网球比赛得过第一名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 使我父母过上比较好的生活 给家里减兴一下负担 李宗芳男25岁甘肃人 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专业 我叫李宗芳 来自甘肃省明星县 县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 自动化专业 我能在初中和高中期间 获得校级三好学生 大学间做过一年的家教工作 我希望我今天想找一份教育方向的 比如说老师和课程过问的工作 以及我比较感兴趣的互联网企业 管理方向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这么紧张吗 还好 这么简短的一段话错了这么多 不好意思 你这个简历当中你是2011年入学的是吗 对 16年了你还没毕业呢 目前还有四门课程没过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高一的时候我就比较喜欢一个女生 然后一直属于暗恋吧 因为还是学习为主吧 就一直没有表白 你还知道学习为主呢 其实我高中已经是我们班第一名 后来我是补习了两年 什么补习两年 你不是成绩很好吗 第一年没考好 就刚好重点线 因为谁呢 因为他吗 就是他和其他男生坐在一起 自同桌吗 那还是你的问题啊 人家没干什么 人家跟别的男生坐同桌 你受到了影响 还是你心里的问题啊 他考上哪了 海南大学 我就想到离他近一年城市嘛 然后就补了一年 然后你考了哪个城市 广州 广州离海南 也蛮远的 但是我报海南大学的话 就风数浪费太多了 但当时就是感觉离他上学近一点 你浪费了多少分 十几分吧 十几分 好 离他近了 你挑明了没有 他那会儿已经大二了吧 大二了 对 在我大的第一学期 我去找他了 我本来是抱着 要表白的心思去的 结果呢 我没有表白 是我太内向了 然后我回来以后 他问我 是不是就是想 以那方面的意思 我有想撞死的冲动 你知道吗 然后你怎么回答的呀 大哥 然后我就说是 然后我把我之前写的 就是一份 情书吧 就发给他了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他说 他已经有男朋友了 这一句是 你想对他说点什么吧 你曾经喜欢过的那个女生 你想说点什么 我想说 主要是我 对感情方面还是 他小名叫什么 谁能了解 小名 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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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晕倒 他没有 我的天 对不起对不起 我没有冒犯的意思 他从上来起说话 一直都是咬着下嘴唇 很害羞的 只有说那一个欠字的时候 是的 那简直是一个销魂那样 是的 我说他小名叫什么 欠 欠 男生的表 你对你的欠说一段话吧 快点快点快点 对他说 来吧 欠 鼓起勇气 欠 其实我在高一时候 跟你做过医学期同桌 那时候就挺喜欢你的 但是我当时就是 由于自己感情方面不太成熟吧 还有 因为家里可能比较考虑 学习比较重要 就是一直没有向你表白 然后去海南大次也 挺后悔的 然后我就希望你现在过得幸福 谢谢 其实听他说这段话还挺感动 他没有华丽的辞早 很踏实的 依然不敢努力地表白出自己的心意 虽然在我们看来很愚钝 但是在这个遍地开口就是老婆 闭口就是爱的 这种所谓表达方式面前 这样内敛的男生还真少见 这种纯真还挺可 过来掌声送给他 但是要勇敢 现场有喜欢他的女生吗 我不是说爱情 我是说很欣赏这位男生的 有没有 有 你看见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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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欠欠欠 都是欠的 开玩笑 我们说说他在大学的期间 曾经有过几份好的工作 因为没有毕业 所以错过了 比如说 范亚集团 范亚集团你干嘛 电子工程师 三楼面试 三楼面试 他要开成绩单吗 就是成绩单不合格 还有 深圳有一家自动化公司 也成功了 都是因为成绩问题 对 你现在还挂科吗 现在还有四门 还有四门 那你今天面试成功 也只能做实习了 我想找一份全职的工作 但你也只能实习 你没有毕业证 你也不能签合同 你现在拿毕业证有难度吗 对啊 没难度 能讲点挂科的原因吗 我大一大二的时候 车机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我本来我也想到北京这边上大学 但是就因为这个女生 我抱到广州 他其实我觉得有点找借口 其实在我看来的话 你这个成绩不好 你自己学习不努力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借口 你不要拿这个感情问题去 作为一个借口 对这个我也有点质疑 我说你真的挂科是因为 暗恋这个女生吗 主要原因还是我 对 我看到好多暗恋女生的男生 他哪都说都是暗恋女孩子以后 然后更勤奋更努力 对 我看到好多暗恋女生的男生 会更加的奋发 证明自己与众不同 然后特别好的成绩 招的这个女孩子来仰慕她 对不对 能说一件你觉得自己非常 骄傲 骄傲的事情 成功的事情 让你开心振奋的事情 开心 大家别急 第一环节到现在为止都没选呢 他第二环节要唱歌 那会儿让他发泄一下 好吧 我问一下你要求薪金多少 五千家 五千家 有地域的限制吗 广州不去 海南不去 对 有钱的地方都不去 我希望就是 主要在北方 北京或者西北都可以 你应聘的岗位是 如果是教育方面的话 应聘的是老师或者 课程顾问 如果参与方面的话 我希望是管理方面的工作 来 第一轮选择 去火流 你看看 你看看 还有六盏灯 天生唯有才 唱歌吧 把自己放松一下 关键 孤独因盛开 像八色的海 载慢着北岸 随风飘散 你给我的爱 再也找不回来 我终于勇敢去释怀 你找的方向有匹配吗 如果你唱歌唱得好也行 但是关键恰恰是你唱歌唱得不好 你没有一项东西是真正准备好的 你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佳勇怎么像一个小学老师 你希望每个人都是一个标准产品是吗 不是 因为我希望的我们这个舞台 我们应该对有可能做得更好的人 给他鞭策 让他成为更优秀 我们对那些 可能稍微有一些缺陷要给他鼓励 我认为你可能你就是把自己描绘得太不堪了 你应该挺天立地说话透透亮亮的 做事情嘎不溜碎的 怎么弄得磨磨叽叽的 你是不是你父母有一方 宅男吗 这跟宅男没有关系 所以说我特别不理解你这个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他会选择他自己人生 我希望这一棒子能敲醒他 从此他开始不一样的人生 如果大家都哄呢 他能 你们具体的过得下半生啊 哎 我们不能这样 但是性格很难改变 你有PPT吗 你赶快讲PPT吧 赶紧你的优势吧 有PPT吗 有PPT 讲解读一下吧 没传过去 啊 没传过去 我是本来 没传给谁 没传给编导 为什么呢 带了拿去 没有完晒好 没有完晒好 先看看嘛 没有完晒好 还是你的问题 是不是 还是没带 先看一下吧 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通知你 参加今天的节目的 是 他是昨天下午说是让我考一下PPT 没说让我过来参加今天的面试 然后我中午我才知道 到这边我才知道 今天中午直到现在有12个小时 完善不了PPT吗 十二是最后一个选手 没天啊 中方我真的听不过去了 因为你在不停地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去掩饰你自己的错误 你一个大男人来讲的话 你应该真的面对你自己的一个问题 不管你的感情问题 还是你的这个学业问题 这么多老板在这去激发你的这个想法 你一定真的要面对 不要去给自己再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去掩饰自己的错误 首先 我想我想说 首先我不是也是自己错误的人 首先我也想改变自己的状况 你其实是找一个各种各样的理由 去掩饰你自己的 我倒并不觉得说他一定要找理由 但中方可能今天的那个 整个的一个通知非常的仓促 甚至你会觉得对你来讲有点不公平 但是在职场的过程当中 你经常会碰到这样一种突发的状况 这样吧 你是需要去拥抱这种变化 那个中方 你那个家里条件并不好是吧 嗯 那你父母对你要求苛刻吗 我父母还是就因为我是独生子 还是特别支持 但是我就特别对不起他 他们知道你挂科的事吗 知道 他们知道你之前考两次高考 是因为一个女生吗 这个他们不知道 不知道 他们知道你为了一个女生 宁愿浪费十几分的高考成绩 去一个广州的学校吗 知道吗 又不知道 今天他们都知道了 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一直以来 给你所有的阳光和知识 居然抵不过一个女生 给你带来的阴霾 你觉得作为父母 你对他们负责任吗 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是啊 所以说你现在好好的给父母认个错 回去把那四门考过 从阴霾当中走出来 但是我现在考这四门 他又要留意金吗 要花一年的时间 留意金你也得过呀 要勇于面对自己 你可以在这一年里面 可以打工 去补贴家用 你可以仍然做你的家教 对吗 因为你从面试的 你的画像来还原的话 你本身就是不自信 所以如果你在没有这个学历 这个敲门砖 我担心你未来求职 你更不自信 你如果要是真的觉得 这一年是浪费时光 浪费时间和金钱 你今天的准备 就不会做得如此匆忙 你现在知道担心这一年了 只要不想闲着 只要想实现自己的价值 都找得到自己的渠道 不要愁眉苦脸了 如果咱们待会有人留岗位 你接着 好好干也行 如果没有留岗位 自己去找兼职 把那四门先考过了 对 好吧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打起精神来 来 第二轮选择 薛克里 还有人愿意为你提供基础岗位 来 我们直接进入 谈钱不上感情 来 请两位上金家台 来 请给出你们的薪酬 来 说一下自己给提供的岗位 广州优生教育的那个救教 对 实习生 来 尹峰 你的职位是什么 我给你留职位 也是希望你好好的 先拿到你的那个本科学历 开不计的岗位 可以保留给你 我看你学的是自动化 正好我们现在在做 自动化设备的研发 所以在这个研发中心 你是可以找到你的工作岗位的 首先我对我专业 不是很感兴趣 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能不能改为其他的职位 如果你想转岗 你可以到台下跟他们去商量 在台上没有说你想选什么岗位 我第一环节我就问了你要什么岗位 你自己没有说 我不做自动化方面的岗位 很多东西不是由得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很多说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包括欠 我这是真是这样的吗 行行行 15秒钟 咖啡之一优胜教育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咖啡之一 最后还是很高兴有两位老板给我留了职位 虽然表现今天表现不好 但是我还是先回去完成自己学业 然后假期期间做一些实习工作 给家里捡一些负担吗